虽然说现版本是法师的版本 但射手这个位置依旧很重要 一剧游戏即使前期打出优势 射手拉胯的话 响应还是很难 那我们在游戏中怎么判断射手会不会玩 今天这期视频就来跟大家讲讲 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考察 第一 出装选择 虽然大部分射手的出装都大同小异 但从具体的装备合成顺序 以及同类型装备 保命装的选择上 会玩的射手和不会玩的选择绝对不一样 就像有的人玩鲁般前期对线就很强势 打人非常疼 有的却只能刮杀 除了操作上的差距 出装选择带来的区别也是很大的 二 刷钱速度 比起看操作这样抽象的衡量标准 直接看刷钱速度就直观多了 一个射手会不会玩 看他的经济排名 看他与对面最高经济位之间的差距 基本就能让你心里有大概结论 会刷钱的射手一般都不会太坑 三 会不会寻找输出位置 射手身板大多比较脆弱 团战稍不注意 适当法师的AOE可能就直接蒸发了 所以打团的时候能找到合适的位置 既保证自己不挂掉 输出又跟得上 这样的射手绝对是一个优秀的老射手 四 会不会主动推塔 不少玩家在选射手后 虽然都能在线上打出优势 团战输出也不赖 但却没有主动推塔的习惯 眼里只有人头 没人点塔 就算团战赢了 也没多大用 等对面装备都起来了 可能就是被翻盘的时候了 大家可以根据这四点 去判断一个射手会不会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